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范永中 今天在这里和球迷们分享一些常见的技术问题 范教练 你好 我发球的时候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离球台多远 我在发球时总是害怕向下 向下使球台扣到球台边 是因为站的离球台太近了吗 发球的位置就从右手来说 那么肯定要站在左边 这样的观点一点 一个是我们可以很好地发斜线的 然后再配合直线 这样有利于我们正手上手进行 所以我们要站在左边一点 有的例外就是说这人反手非常好 我们可以往中战尔站用反手发球 这也可以 这个是不公的打法 根据打法来定 这个朋友说发球 我是老师打的台子边上 这个唯一的一个可以解释的就是 技术动作呢 就是说太僵硬 比如说太使劲 我们说发球最关键的是要 用重心和反头就可以 重心然后用反头就可以 这种力量就可以了 发球我们说就是一种 让对手 不好接过来 我们容易上手 这种意识去发 比如说要短一短 要长一长 要快快 要低就低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多少旋转 很多人 为什么老是甩呀 发死 就是觉得我能发的力量更大 是吗 能发的旋转更足一点啊 可以 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忘了就是说 发出隐蔽性和和那个长短的变化的突然性 就是说我们一使劲大了 那肯定都是长久伴出来球 人家水平稍微高一点了 肯定就拉起来 你想你发完球人家拉起来了 你这球下方怎么打 所以我们发球第一意识要 发快 短 弱点发好 然后慢慢的我们训练 根据我们训练时间 我们训练多了呢 就可以那个 再加了一点旋转 但旋转也从板头拍子 拍子 手腕 最多的前臂和重心 不说大背 浑身的时间 一定要记住桥 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巧 巧 快 这是什么的最关键 巧快 准 我们要记住这个来 我们发球的也要注意这个 就不会出现那种 发达力 还在台子上 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可能我们训练时间太少 是吧 练的太少 有可能 但是千万记住了 不要太发力 这个站位呢 其实就是贴在边上 因为这个球 首先规则来说 我们球不允许离台的太远 是吧 再一个就是说 你抛的离 台的越近 我们更好找这个点 去发短球 也更好能找点呢 找这个底线去发长球 如果我们离台太远的话 你这个点肯定找不到 球容易打这边 然后短球呢 你也发不快 因为我们球 往的越近 它短球 越快 很快能过去 能起来很多效果 发球呢 我们通常最好的是 左脚在前面 这样呢 右脚在后边 我们有个重心的移动 你看我抛起来 往上 然后可以跟 对吧 跟上去呢 又协调又有隐蔽性 这样呢我们一抛球呢 最好这手 你一定要先往前伸 这样你可以抛的 眼前可以看清楚了 然后再拔 这是这个观点 我们千万不能往后 是吧 离台眼镜 离台当然离这个边线越近越好 这样呢我们可以很好地去控制短球 对吧 然后长球我们找的底线也好找 那好发长球 如果呢离得远的话 你看这球 短球肯定发的很慢 长球呢 我们也打在边上 是最关键的 所以为什么你强的要站在这 在一个重心的移动 非常关键 你们看 你看我这抬起来以后 我重心的跟一下 这又可以起了这个很强的速度 手和身体的合二分一 然后再又可以有一种隐蔽 如果你看我一度 不可以发直线 我动作是一样的 然后我 我放这时候一度可以发短球 就是重心和板头的结合 是发生最关键的 不需要什么打背的动作 明镜需要再调子 很合理 明镜需要再调子 更好 拍 dise который 对视连点 明镜需要再调子 你们知道 有点赞 他是有多抽原因 这样 有点赞 你们可以看到 是 你 这个体肯定的 你看 他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